范诚诚嫌自家粉丝名还乱给队友粉丝取名,难怪会被朱正廷暴打。 偶像练习声播出之后,范诚诚真的是频繁被cue,蔡被偷了,和姐姐打电话等与她相关的关键词多次被网友们拿来调侃。 而且在节目中范诚诚作为一个rapper表现出了主唱的能力,甚至被导师李荣浩称赞,你怎么唱这么好? 与范诚诚来自同一个公司的朱正廷,也是网友们口中的人间仙子,在节目中的势头也是相当猛了。 先抛去郑郑的舞蹈实力不说,仙子的颜值真的就已经秒杀了许多人。 小编已经败到在朱正廷的西装裤下了。 范诚诚和朱正廷的关系是真的非常好了。 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,范诚诚舞台失利,朱正廷就一直很暖心地在旁边安慰她。 之后,有一件很火的他们两个相爱相杀的事情大家应该都有听说。 就是在节目里被问道如果可以自选一位女主角拍戏,那么练习生们希望是谁? 朱正廷超级有梗地回答了范冰冰,此时范诚诚就坐在她的旁边,请问这是要笑死小编吗? 不过上次的风波还没过去,这两个戏经又开始给自己加戏了。 朱正廷说希望给自己的粉丝取一个好听的名字,据她爆料,自己的粉丝还跟自己私信商量来着。 正在朱正廷倾诉中场的时候,范诚诚脱口而出,你是朱腰。 行了,气氛突然变得尴尬的起来。 果不其然,听到朱腰二字,朱正廷就住范诚诚一阵暴打,还叫拍摄的工作人员等一下。 范诚诚诚自知理亏,马上阴行地帮助朱正廷想名字,朱朱女孩。 要么正粉,也不知道朱正廷后来原谅她了没有。 后面范诚诚诚还吐槽了自己的粉丝名,她觉得就直接叫承写就挺好的,不知道为什么就成了承星,她都无语了。 。 喂喂喂,是澄澄的粉丝吗?听到澄澄说了吗?她想换粉丝名,快宠宠她,嘻嘻。 看她们两个相爱相杀是不是超级有趣啊?告诉小编,你萌喜欢这两位奴隶又帅气的小哥哥吗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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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